小孩看醫生 寶寶您吶!" 吶!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明明吃了生蠔 很多人說吃過生蠔可以藏羊 是不是真的? 想知道哪些食物有用 先了解什麼叫做藏羊 其實藏羊是中醫的說法 指通過飲食、藥物、針灸、運動 來提升男性羊肝之氣 提高食能力,增强性育 壮阳可以帮助和提高性生活质量 不过并不代表可以改善性功能障碍的问题 那到底吃山蠔有没有帮助呢? 山蠔含有大量生和蛋白质 以6只中型大约84克的山蠔来算 就含有32毫克生 可以算是种多食物里含生最多的 而蛋白质含量就有6克 这对于膏丸激素的产生和维持健康精子最重要 因为蛋白质和身是精液成分的主要来源 早在1960年代 科学家已经发现人体里缺乏生元素 和性线推发的问题息息相关 而且如果食物里缺乏生 都会造成体内膏丸素浓到下降 不过其实山蠔的营养 只可以帮助制造有质素和活药的精子 和间接提高受孕的机会 不过就没有实质证据可以证明 可以提高个人的性能力 所以就算健康的男性 吃多些鸯 也无在于体内膏丸素的含量增加 虽然山蠔里面有大量的鸯 但大家都要每天吃50只 才有足够的鸯来大幅提高 生育能力、性能力和性育这些功效 如果本身没有缺乏鸯的问题 这样只会令你胆固醇疯狂激增 除了鸯和蛋白质 山蠔还含有不同水平的多巴胺 它是一种刺激大脑唤醒的神经体质 可以增加男性和女性性育的激素 但同样地 你需要吃大量的多巴胺才有这个效果 不过也有人认为 山蠔滑嘟嘟的质地很性感 一天头吞下去 海水味刺激了味蕾 它的口感也带来舌尖的快感 所以撇除山蠔的成分 它的味、形状和气味都会带来影响 令人想入菲菲,提升盛慾 讲这么多,结论就是 吃山蠔可以撞羊 其实是心理作用来的 是我安慰你的 哈哈